欢迎观看关于代币用途的视频 我们已经知道与代币估值和发行相关的风险 就代币用途而言 它在区块链项目成功中扮演关键角色 理解其中设计的风险对于创建可持续的生态系统直观重要 在这个视频中 我们将查看与代币用途相关的各种风险的正面和负面实力 并讨论处理这些风险的有效策略 所以让我们立即开始工作 扩展我们对这个重要话题的理解 代币用途是代币所服务的一系列功能 实际上此类功能的例子包括 提供奖励获得服务或者口灯 这种代币也被称为功能代币 代币功能可以有正面或负面效果 让我们看一些使用通生态系统的积极的代币机制例子 在通生态系统中 代币被用作出利于智能合约相关的挂档的交易费用 这有助于平台上的去重新化应用程序顺畅运行 通代币的另一个重要特性 是他们备用作在通平台上构建的应用程序中的支付形式 用户可以轻松地使用这些代币进行交易和支付 此外,验证者可以低压通代币来增强通网络的安全性 验证者需要持有并且锁定他们的代币 以确保者有助于维护区块链的稳定性和完整性 这些知识通生态系统中 实际上使用的一些积极的代币机制 他们对项目有积极影响 但正如你所理解的,存在功能代币 这不仅对项目有害,也首先对你有害 让我们从米官开始讨论这个问题 米官是一种欺骗手段 目的是欺骗毫无解心的人 窃取他们的资金或敏感数据 它未装成一个正规的加密项目或投资机会 承诺高回报或独特特性 片子创建家网络并提供给你巨大的奖励 以编你购买代币 例如,您可以轻松地探索 一个不熟悉的代币 并且看到新代币的图标正在快速上升 这个好处对您来说会非常有人 您会有失去利润的感觉 而当您购买后 将无法车会和交换您的代币 为了更加有效地避免掉入米官 你应该仔细研究项目 进行和发行验证 寻求独立意见 并遵循基于网络安全的时间 此外,当您购买或出手代币时 您可能不会注意到与此代币相关的佣金 开发者可以抽取高达90%的体现金额作为佣金 或在过程中更改比例 那么你几乎会损失掉所有的金额 因此,时钟分析项目的可靠性并检查用尽 检查是否可以利用特殊服务更改用尽 在这个视频的资料中 请注意,你会找到一些相关连结 但这样的服务并不是所有ELS的莫能要 开发者可以隐藏威胁 而你可能会陷入其中 因此,最好总是等待神迹或冒险一笔 对你来说不重要的金额 这意味着,代币的创建者具有更改代币的权利 并且可以在任何时刻引入可能存在的漏洞 我建议你,轻财拿与钱一个例子相同的方法 讲代币合约添加到您的钱包时 您可能会被要求获得对您的资产进行操作的权限 确保代币已经过一家生育良好的公司 审核非常重要 包括对最佳智能合约的审核 总之,我们已经了解到代币具有各种功能 可以产生积极和消极的结果 对于您这样的加密货币用户 每天都有新推出的项目 带来新的挂档的保护系统 攻击者也会提出新的欺诈方案 这就是为什么监控加密货币的保险库 并且提高你安全使用它们的能力 变得非常重要 在下一个视频中 我们将深入探讨与不同网络安全方面相关的风险 在下一个视频中